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台北股市昨天大跌了411点 刷盘指数是9717.77点 跌幅4.06% 成交金额2093亿元 而OTC市场也大跌了5.16点 刷盘指数是118.28点 跌幅4.18% 成交金额399.95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资深分析师 马基祥马顾问 马顾问昨天台北股市 当然亚洲股市都是全部中错的 那欧股也跌 美股呢今天凌晨呢 更是破纪录的一口气跌幅超过了一成 这个呢是1987年之后的最大跌幅 全球的股灾要如何的去因应它 欢迎找大家找 那我想这种突如其来的这种下跌 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 川普昨天说了 大概要到8月左右 他讲完这个大家更吓坏了 对 但是我想讲出一个时间点来看 对投资人来看 大概就长期来看还是比较好 因为至少知道一个时间的一个dayline 那如果完全不知道 时间的一个结束 对于市场的恐慌心理就会做加剧 当然我必须强调 是不是8月会结束 这次下来也没人知道了 但是你说会不会一路像这种跌到8月 我想也不太可能 那这个地方其实这一波下跌下来的话 你看不管是巴菲特 他说他活了89年 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事实上另外一个在过去一段时间 被市场也一直推崇了一个非常低调的 这个基金操办人 就是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这个达里欧 他也说到他说他也没卖股票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比较好 所以这一波的价值 达里欧很明白的说 其实历史上他找不到好的经验来对照 对这个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对照 那当然市场未来还是会碰到一些 我们过去所没有碰到过的一些讯息 你说就像这个2000年的时候 这个网路泡沫 因为以前没有网路嘛 对不对 那你说像2008年的这个金融海啸 美国出现这种情况之下 在过去更早之前呢 也不见得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房地美 房地美这种房地产的这些 这个出现这种暴跌的这种一个现象产生 那这种我们过去所碰到的一种 所谓市场上一些这种利空性的讯息影响 其实都是一些新的一个市场的挑战 未来还是会有如此 那但是我讲就是说在这波下跌的过程里面 你说是不是理性 理性来讲其实严格讲就是我们在上礼拜 跟凤馨有特别提到过 资金的互相排挤效应 这一波下沙下来像刚刚这个 我们看到媒体上所说到 今年以来外资已经卖差不多4000多亿 你说外资在这边卖 他理性吗 其实他并不理性 可是他为什么要卖股票 他不得不卖股票 因为投资人不见得是理性 因为他海外的投资人正在赎回 他非卖不可 另外一个这一波石油的下跌 可能引发的也包含像中东的这些主权基金 因为石油的价格下跌 那这些主权基金本身 他们国内所需要的资金需求条件之下 他也不得不受迫讯 他一定要卖出股票去换取现金 所以这样的格局之下就变成 市场的多杀多的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都赶快卖股票 要抽取现金 那原本呢 他在整个布局的这些大的投资机构 他可能或许是在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 或者其他一些这种金融商品的黄金 或者其他这些贵重金属的一些布局 那一些新兴市场的债券 我记得我们在两个礼拜前 跟奉行提到一个想法 就说这会有资金排行效益 所以不要以为股票下跌之后 其他的什么避险操作 资金会转到那个地方去 No 他不是这样走的 因为当我的资金的这个水位 达到一定的缺乏情况之下 他就必须要怎么样 卖了股票的这个亏损的情况之下 他要去做回补保证均的同时呢 或者其他之间的需求 他就会去卖债券 卖黄金 甚至于大家可以看到 比特币这一波的暴跌 这个跌幅讲实在话 比这个所有的股市都跌得深 他腰斩了 他现在只剩下4964年 所以等于其实不只是腰斩 应该腰斩又腰斩 所以这种跌势就刚刚我们所讲的一个情况 在富潮之下就无完软 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上礼拜跟奉行提到的 凯医师所提的一个关键 就长期的趋势来看 股市一定是走多头 股市在走多头的格局里面 它也不是说不会出现大幅的羞态 就像刚刚我们所提过几个时间点 从1987年的10月19号 美国的黑色星期 当天曾经最大暴跌的 22%的情况之下之后 所定定的熔断机制 今年可以看到是让大家开了眼界 不断的在这个月 不断熔断 真的是不断熔断 不管是涨熔断 我现在已经不想去数它有多少次熔断了 对没有错 其实数它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可是我们如果把这个 刚刚所讲的一个关键 你说现在有没有很多股票 真的是便宜的 真的是无法去形容 所以在这个格局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几天 市场的这个融资不断的大坎 当然其实来严格来讲 我们的这个上市规的融资比 这个水位其实本来就已经不高 我想原因主要一个也是因为开放 开放这个当日冲销之后 很多的投资人就不愿意去用融资去做买股票 那或许说在当日冲销 就是今天买今天卖 就直接做了一个了结 那这种情况之下 融资的水位 最近的大减的情形之下 代表市场的筹码快速的一个做清理 再者呢 我们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些法人机构 你认为说他认为股市便不便宜 讲实在话 我的看法 他们认为是很便宜 可是很便宜不代表就是到了底部 那我们来讲 年判底部 就是几个方法 我们这边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第一个最简单是说 第一点三日不破 才会有形成足底的条件 那现在一直 你可以看到这波下的影响 并没有出现这个现象产生 只有一个现象出现在什么时间点 就是以道琼来看的话 是在三月 应该二月二十八号那一天 就是我们在放假 但是道琼那天是还在做交易 但是开地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他曾经出现过三日不破低之后 稍微做了一个反弹 从这个24,681点 反弹到了这个27,102点 那大概反弹的这个空间 四天的情况之下 之后又再度的去做破低 那台股也是一样 台股就更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 严格讲应该是说 从这个大盘 从开红盘之后的一个下跌 也是一样 跟道琼出现的三天的一个反弹之后 股价在持续的破击 到目前来看 也都没有出现 所谓三天不破击的一个现象产生 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 对于多头来看 市场上 依然还有抱着一个恐慌的心理 可是因为这种 所谓的快速 急速的暴跌的格局之下 不只是在基本面没有用 包含了技术面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参考价值 因为市场出现了恐慌的心理的一个格局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在未来 我们常讲股市怎么下去 它就会怎么上来 当然怎么上来的格局之下 它不见得会 立刻会去突破高点 可是我们回到一个关键点 你说现在包含像鲍尔来看 它在礼拜天一口气 大幅降息的市马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百分点 那台湾这个地方 也逼迫使央行要去做降息 其实我们要严格讲 台湾降不降息 它一定要降 它再不降的话 新台币一直强生的话 不是对出口影响更大 可是我认为 你说台币就算降好了 台币这个降息的条件之下 我还是认为台币会做升值的条件 为什么 因为我们降息幅度 比起国际上来看 我们还是相对比较 这个没错 那另外一个要注意到就是 如果降太多 你又怕引发整个金融产业的 一个这个连锁性的负面反应 因为我们想到 一降息之后 利差缩小的情况之下 对银行的获利 一定是比较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昨天大盘下跌了4.05个百分点的同时 金融股就跌了4.23个百分点 那你单从金融股里面 你说有没有很多 这个 我是觉得真的是太平 你不管是像这个金融双雄 国泰金富邦金 股价跌到这么平的情况下 尤其你像富邦金来看 今年还至少可以配其去年的情况之下 2块钱的条件之下 股价现在只剩38块多 殖利率都已经超过5%以上 对不对 而且净值你可以看到 都只有剩下0.75倍 所以从这个架构之下 我这边第一个要提醒投资朋友们说 除非你有很大的资金的需求 或者说是你在融 你是用融资操作的投资人 尽量的把它去换成做现股的条件之外 另外一个 因为我想如果说 首先从避免风险的角度 如果你满手 而中间又有融资 那对不起 这个时候就是多杀多的时候 如果你不去减码 你可能以后会损失更惨重 没有错 这一再提醒了 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 有特别提醒到这一点 对 然后第二种就是 你还是满手股票 但是你是现金的 你没有去融资的 那这个时候手上就去检视 它的强弱了 对 强弱之外 基本面还是我们还是要强调 任何做一个 如果你资金不及的话 留基本面好的 对 基本面一定要留好 第三个 你的股票 它的本质条件是够坚强的 你就像我们最近很少看到 什么台硕四宝 这些股票的这个什么消息 对不对 但是这些公司 像我刚才所说 跟这个金融双球一样 长线来看 这些公司具有它的体制条件 它是能够抵抗任何的风险性的一个 所谓这种系统性风险的一个 这个清洗 所以主要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 它股票的净值够高 那第二个什么东西 就是它的倍比也够低的 那股票净值够高 相对来看就是它的净值比还低 所以我说 现在你去翻译一下 真的你说股票净值比低于一的公司 我们将先讲什么叫跟投资朋友们再提醒一下 什么叫做净值跟净值比 净值就是一家公司 它目前如果它存有的现在的一个价值 它现在来看 比方说我们这样讲一个 就是像刚刚讲的这个富邦金来看 它的净值现在是50块5毛9 就算50块钱来看好了 它的股价昨天为止到是38块 是不是表示我们刚刚所说的 它的股票净值比它的股票的价格高出了12块 这一些其实本质很好的 然后现在还在不断被挫杀的 当然就是大家可以先作为口袋名单 对 作为口袋名单 或者说你手上拥有这些股票 我认为你就不要再去乱杀 所以我想这是投资朋友 在现阶段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挑选3D的股票 低净值比低本益比低股价的公司 我认为在现阶段看还是表现不错 高价的股票高位积的股票 虽然它的成长力道有 但是在现阶段会成为外资的一些提款的一个现象 所以稍微避开一下 我们要非常谢谢资深分析师马基祥马顾问